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胡歌再次为吴磊颁奖,看着他不断成长,好像在看星光大赏,很骄傲! 吴磊在2023星光大赏上,获得了年度卓越艺人,颁奖人恰好是胡歌! 兄弟俩再次同框,引发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尖叫声! 一面出货奖人吴磊的名字,胡歌已经激动到鼓掌鼓出残影,咧嘴大笑,甚至紧盯着吴磊从观众席走上颁奖台! 吴磊的反应也很逗!上台后,胡歌本想直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! 吴磊却要装出大人模样,先是和胡歌握手,然后才拥抱! 将麦克风摆正,吴磊发表获奖感言,胡歌就一脸骄傲站在旁边,眉眼带笑,鱼有容焉! 更搞笑的是,此时的赵路斯,为吴磊的获奖感言鼓掌,而他身后的王安宇,看到现搭档位就搭档鼓掌,有点不适滋味! 吴磊和赵路斯合作的星汉灿烂,收视和口碑双丰收,王安宇和赵路斯合作的神隐,正在热播中! 吴磊说完或讲感言,主持人于莎莎和杜海涛都请吴磊留步,因为大家一看到胡歌和吴磊同框,都想让他们多聊几句! 吴磊突然想起,由胡歌,马依黎,唐嫣,新纸雷主演的电视剧《繁花》将于12月27日开播,连忙趁此机会帮大哥宣传! 而在此之前,胡歌等人登台时,吴磊听到胡歌新剧定档的消息,已经笑出了花! 胡歌说,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为吴磊颁奖,看着他不断成长,好像就是在看一场星光大赏,非常骄傲! 吴磊听到胡歌表扬自己,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! 截至目前,胡歌和吴磊已经合作过三次! 一搭是拍摄电视剧《少年杨家将》,两个人饰演不同年龄段的杨六郎,当时吴磊七岁,胡歌二十四岁。 二搭是在《狼牙榜》中,饰演梅长苏和小飞流。 三搭是在《不需此行》里,分别扮演文善和小隐,小隐是文善的具象化的未净之士,是文善的自我投射和镜像化自我。 导演找兄弟俩出演这两个类似灵魂伴侣类的角色,就是看中了他们之间的默契。 吴磊在接受采访时,分享说:"我俩第一次合作,说实话我有些不记得了,只对在《沙青宴》上跟他吃饭,有一点印象。 第二次拍《狼牙榜》,印象特别深刻,在戏里我演比较幼稚的飞流。 每天在现场就傻了,对完台词,导演给我讲完戏,我就演自己的。 第三次则更像是两个男人在对话,加上我也成年了,但我俩还是狼牙榜那时候的相处模式。 他还总问我是我太成熟,还是他太幼稚,我说那必然是你的问题,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在某次活动上,观众提问吴磊,最近你的骑行vlog,不管从感觉还是形式上,都和胡歌越来越像。 吴磊高情商回答,无论是骑行还是什么地方越来越像,那是因为我俩一直都在路上。 随着胡歌和吴磊年龄,演技的愈发成熟,希望尽快看到他俩的第四次合作。 我arem不见了。 感谢观看